快速了解各國如何回應阿富汗危機 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隨著塔利班奪取阿富汗控制權 引發了民眾恐慌逃離潮 阿富汗局勢目前成為全球關注焦點 聯合國安理會8月16日就阿富汗問題召開緊急會議 而歐盟將於8月17日召開阿富汗危機會議 聯合國秘司長古德雷斯8月16日呼籲安理會 使用其掌握的一切工具來壓制在阿富汗的全球恐怖主義威脅 並保證基本人權將得到尊重 古德雷斯告訴聯合國安理會 我們正在收到阿富汗各地嚴重限制人權的令人不寒疑率的報告 我對阿富汗婦女和女童遭到越來越多人權侵犯的情況 感到特別擔憂 古德雷斯說 我們不能夠也絕不能夠拋棄阿富汗人民 歐盟在8月16日表示 歐盟成員國的外長將於8月17日召開緊急會議 討論塔利班佔領阿富汗的問題 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何塞·波雷利 8月16日在推特上表示 根據阿富汗的最新事態發展 並在過去幾天和幾個小時內與合作夥伴密切接觸後 我決定明日下午召開一次特別的歐盟外長視訊會議 進行第一次評估 博雷利說 阿富汗正處於十字路口 歐盟還在與成員國合作尋求快速解決方案 並將在阿富汗當地的工作人員及其家人轉移到安全的地方 歐盟執行委員會發言人告訴路透社 此事非常緊急 我們非常重視並繼續努力 為他們實施快速解決方案並確保他們的安全 歐盟外長會可能會討論阿富汗的安全局勢 及其對歐洲移民的影響 歐洲是難民的傳統目的地 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喬恩·費納表示 美國將專注於確保客布爾機場的安全 8月16日和8月17日將有更多的美軍進入機場 費納解釋說 美國聚焦保護客布爾機場的安全 已繼續為在阿富汗的美國公民 過去20年為美國工作的阿富汗人 以及其他特別脆弱的阿富汗人提供民事撤離航班 五角大樓新聞發言人向CNN證實 國防部可能會將多達3萬名阿富汗特殊移民簽證 申請人重新安置到美國 並補充說 德薩斯州的布尼斯堡 和威斯康星州的麥科伊堡 有能力容納這些申請人 德國總理默克爾告訴黨內同事 德國必須緊急從阿富汗撤出多達1萬人 衝突的後果將持續很長時間 8月16日在默克爾所屬政黨 機民黨的閉門會議上 他發表了上述言論 默克爾說 我們正在目睹困難時期 現在我們必須專注於救援任務 默克爾說 需要撤離的人 包括2,500名阿富汗支持人員 以及人權活動人士 律師和其他德國政府 認為在阿富汗面臨危險的人 總計多達1萬人 默克爾還表示 柏林應該與阿富汗接壤的國家合作 以支持那些現在逃離的人 並補充說 這個話題會讓我們亡想很長一段時間 然而 機民黨秘書長齊米亞克表示 德國無法通過再走2015年推行的開放移民政策 來解決阿富汗局勢 6年前 德國向超過100萬移民 開放邊界 其中很多是敘利亞人 他們逃離戰爭和貧困 這一大膽舉措 在國外贏得了喝彩 但在德國國內卻引起爭議 並影響到默克爾的支持率 國防部長卡倫鮑爾在會議上說 德國已經部署特種部隊和散兵 幫助撤離行動 並補充說 這樣對德國軍隊來說 是極其危險的行動 卡倫鮑爾說 只要有可能 德國軍隊就會讓盡可能多些人離開阿富汗 這個取決於美國是否願意保持機場開放 德國外交部發言人8月16日在政府禮行新聞發布會上說 目前沒有撤離航班離開赫布爾機場 因為大量試圖逃離的絕望中的阿富汗人擋住了停機坪 發言人說 德國大使館的40名工作人員連夜飛往多哈 並補充說 一支不到10人的小組將留在赫布爾機場協調疏散 巴林政府媒體辦公室在8月16日表示 巴林將以海灣合作委員會現任主席的身份 與其他海灣阿拉伯軍主國就阿富汗局勢展開磋商 巴林政府媒體辦公室在推特上說 部長理事會已擇成外交部長 就阿富汗的事態發展 與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進行協調和磋商 海灣合作委員會還包括沙特阿拉伯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卡塔爾和阿曼 卡塔爾曾經主持過阿富汗和平會議 而且是第一個對塔利班控制赫布爾局勢 發表評論的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 卡塔爾呼籲和平過渡權力和達成全面解決方案 卡塔爾8月16日表示 該國正在盡最大努力幫助那些尋求離開阿富汗的外交官 和國際組織的外國工作人員進行撤離 外交部長阿拉薩尼說 國際社會對快速發展感到擔憂 卡塔爾正在盡最大努力帶來一個和平過渡 阿拉薩尼補充說 卡塔爾自在2013年以來 一直是塔利班的一個辦事處的東道主角 該辦公室用於和平談判 該國也努力確保阿富汗實現完全停火 並保持穩定 很多歐盟成員國擔心阿富汗的事態發展 可能會在歐洲重演2015年至2016年的移民危機 當時來自中東超過100萬難民 增加了歐洲安全和福利體系的壓力 奧地利表示儘管赫布爾被塔利班佔領 但奧地利仍然將繼續 驅逐遭距的阿富汗尋求庇護者 並建議在鄰國設立驅逐中心 奧地利內政部長奈哈麥說 在阿富汗周邊地區 驅逐中心將是一種可能性 這樣需要歐盟委員會的力量和支持 他補充說 他將在8月18日與歐盟同行召開的危機會議上 提出這個問題 該會議員計劃 是討論從白俄羅斯到歐盟成員國立陶縣的移民潮 沙地阿拉伯在8月16日 敦促塔利班按照伊斯蘭原則的規定 保護生命財產和安全 沙地阿拉伯外交部在官方媒體發表的一項聲明中說 王國支持阿富汗人民 在不受干涉的情況下做出選擇 基於伊斯蘭的崇高原則 沙地阿拉伯王國希望塔利班運動和阿富汗各方努力 維護安全、穩定、生命和財產 沙地還表示希望阿富汗局勢能盡快穩定下來 加拿大8月13日宣布 加拿大承諾接收2萬名約勢阿富汗難民 如婦女領袖、人權工作者和記者等 以保護他們免受塔利班的報復 加拿大移民部長蒙迪奇諾說 除了塔利班繼續佔領更多阿富汗 更多阿富汗人的生命受到越來越大的威脅 到目前為止 多個國家都宣布已經啟動或計劃從阿富汗撤離本國公民 外交人員或接收面臨危險的阿富汗公民 這些國家包括美國、英國、德國、意大利、葡萄牙、澳洲、新西蘭、土耳其等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